大型系列公益节目 和谐拯救危机 七大主题特别关注 重新认识宗教 怎么会看一个出家人来给你解决人世间的这些问题呢 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 更不相信佛教 认识和谐的真谛 共创天下的太平 和谐拯救危机 2004年3月 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宣布 放弃对万有理论的研究 万有理论是一种终极理论 描述和预测宇宙中所有的事物的 而霍金认为 以人类所拥有的智慧和能力 永远也无法描述和预测宇宙中所有的事物 我亲眼所见我们讲堂的二十几个人亲眼所见 这个讲堂里还有菩萨 还有声闻有原觉 有天龙鬼神 你见到没有了 没见到 你怎么能说你亲眼所见 你怎么能那么肯定 你为什么见不到呢 颜的功能它有些 我们知道颜见是靠光明的 光 黑的时候你就要见不到 你是借着这个光你才能见到 而光的波不一样 我们所见的这个非常下则的这一段光波 我们的频道恰恰好就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看得清楚 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 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 比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 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 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 所有光波通通你都没有障碍了 你看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变化了 不一样了 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呢 我们用科技的仪器 紫外光我们看不到 X光我们看不到 平级仪器我们知道它存在 科学家知道 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波同时存在 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 一切光波你都见到了 这些柱子墙什么 透明点 没有障碍 你坐在这个地方往上看 看到这个上方 无尽的虚空发尽 往下看下方 看看左右 射方世界 无量无边 都在眼前 你就不会居心在这个小范围里面 这是给你讲真话 讲实话了 你要用今天科学方法去考证 考不出来也证不出来 这是说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层 佛所说的有一部分被证明了 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 许多人现在十分认可这样的观点 人类如果对看不见的物质充满自信的话 那么显微镜就根本不需要发明出来了 对看不见的东西 或者现有科学手段还不能证明存在的东西 承认它有存在的可能性 承认人类对未知领域的研究